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深陷舆论风波 然而正当刘清颖为此焦头烂额时 却意外穿越变成了西凉荒淫无度的女主君 虽坐拥后宫男宠三千 却仍到民间强强民男 甚至为了坐乐和太医院拿了两倍剂量的核欢散 女主君的婚拥让西凉百姓怨声载道 于是有人雇佣江湖杀手真婉入宫行刺 为了能接近女主君 真婉于是假扮成男宠潜伏入宫 没想到刚入宫因穿越而导致性情大变的女主君 突然宣布遣散后宫 但却唯独留下了真婉 以为露出破绽的真婉决定提前行动 结果因身上的刀被女主君发现 但拥有现代思维的刘清颖 以为真婉是想要和自己玩cosplay 行刺不果的真婉又在汤里下毒 结果却被刘清颖当成补品赐给了自己 那么在这场尔虞我诈的恋爱攻略中 谁会先被对方俘获呢 晚晚泪清 另当6月22日首播 记得订阅要么哟